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斯尔周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三十七五寸 同学们在测评 本节是第131期 咱们介绍一款咱们在小的时候玩过的一款 也是国大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载具 就是这个飞虎战机叫做Tigerfly 好 那么面前的话是有这个四款 那么最右面的两款的话 就是咱们小时候玩那个飞虎战机 那么左边两款的话叫做Dragonfly 那么直接翻译的话是这个蜻蜓战机 好的 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左边的两款的话 是在这个1983年的时候出品 而且的话这两款也有不一样 那么最左边这款的话 在它的前方这个枪炮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是有这样的一个上下的一个可动 这款的话是最为早期的产品 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分别可动 而在这个第二款的话 是在后期 那么为了这个偷懒和节约成本 就把它变成这样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形式 第一个版本的话已经非常难收 我也是机缘巧合收到 好的 那么这一款的话 是这个美版是在这个88年的时候出品 那么这款的话是这个叫做这个Tiger Force 这个老虎力量里面的一款飞机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款的话其实是跟这个第二版一模一样 那么在前方的这个机枪的话呢 它的话是不能进行上下的这么一个抚养啊 那么也是个节约成本的体现 跟这个83年的这个后期版本的话呢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一个配色的不同 好的 而最这边这一款的话呢 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国代的那款啊 就是这个飞虎战机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有这么几项区别 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啊 在配色的时候 它是与这个美版的话呢 这个导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话呢 是这种偏粉的颜色 而它的话呢 是这个更加偏红 深红的这样的导弹 好 那么第二个区别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这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边的名文 我们这个国代不知道为什么 把这个产地的话呢 给它抹刮掉了 是没有这个产地的 而这个美版的话呢 上面有的写的是这个 Made in Hong Kong 那么有的话呢 写的是这个Made in Brazil 我这款的话应该是这个Made in Brazil 是有这个产地的 这个是第二个区别 那么第三个区别的话呢 也是非常一目了 让我们看到是否是国代啊 那么国代的话呢 在这个机关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那么进去有一个小的一个按钮 可以进行一个向前推啊 那么在推的时候的话呢 可以使这个螺旋桨进行一个旋绕 就像是这样啊 好 那么这个小的这个推的这个机关的话呢 是这个深灰色的 而我们这个88年的版本的话呢 是这样的一个浅 浅灰色 有点接近白色啊 这个的话呢 就是之前这个83年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小机关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区别 好的 那么那么这款的话呢 其实也不是我小的时候拥有 因为我小的时候只有这个禅士战机 和这个毒液徒鹰啊 那么这款的话呢 是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云给我的 那他不想要 然后就就转给我了 让我来这个大为保管 好 好那么这款的话呢是我们童年的火 应该是这个国一代 当时如果我们有可以有这个沙漠之湖 这个科斯二厂客 和他的话 觉得是这个小区里的头子 好 那么这款的话也是我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 是在这个隔壁小卖铺里看到过这款飞机啊 当时是这个这个哈达的都要留在柜台上面来了 但是父母肯定不给买 当时的话呢是很贵的 好的 那么当时长大之后的话呢 不需要选择一下把这全部购入囊中啊 那么这款的话呢 感谢朋友 那么前面这款的话呢 是之后的一个收纳 好的 前两款的话呢 我已经做过详细的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飞虎战机 好 那么就是这两款了 好 那么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在国代的时候 我印象中是没有给这个驾驶员 驾驶员是不给的 而在美版里边的话是给一个recondo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他是长这个样子 好的 那么这款的话呢 我也是这个全配啊 但是的话有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他的损害的话呢 就是这个大木哥已经全部的这个折断了 好 那么这款这个recondo的话 就是这个88年的这个recondo 那么之前在这个84年的时候 也有一款 那个是丛林装啊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 其实他的话也是一个 他是这个老虎队的一个战士 没有问题 但他其实跟直升飞机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Dragonfly的原本的驾驶的话 叫做这个wild bill 就是这个狂牛啊 我们把它拿出来 好的 呃 狂牛的话我非常喜欢 那么狂牛的话 我的版本就是最多啊 差不多有这个呃 五六个版本 我们之后的话呢 会进行版本不同的介绍啊 把它拿出来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狂牛 狂牛的话呢 其实呃 应该出一个老虎的配色 但是却没有这个配色 而为什么转变成这个 recondo就是雷坎多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时在这个88年的时候 这个wild bill的模具的话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这个遗失掉了 或者是这个版权的原因 不得不临时上将 让这个recondo呢进行一个替代 那么其实recondo的配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背包 这也是一个丛林战的一个背包啊 包括这一把枪 那这把枪的话就是这个M14 M14是这个二战末期的一把枪 那么之后的话呢 在这个越战里面也有使用啊 最终是被这M16所替代 好 那么他这个武器明显 还是一个丛林战的这么一个士兵 与这个直升飞机架势吧 是没有一毛钱关系 也是临时这个上将 那么一个是版权问题 一个的话就是模具 据说是这个没有了 那么是没有这个wild bill的 这个版本的这个模具了 他们两个唯一的箱子就是的话 是都有一个小栏帽 都有一个这个胡须啊 那么别的话呢 其实没有什么共同点 而且的话你发现 如果把这个雷坎多放到这个直升飞机里的话 他这个武器的话也没地方放 对不对 那么只能是在这个载子里这个这个 这个逛当逛当的 然后或者就把它移失掉 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临时上将的这么一个套路啊 那比如之前这个指挥官这个铁甲板的指挥官 我们知道也是由于这个粉丝不乐意 最后的话呢 呃也是这个说他是这个指挥官穿着这个盔甲 那么是这么的来这个这个哄骗小伙伴 那么其实的话呢是有一些背后的原因啊 好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呢 我们之后还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测评 那么他的话是这个雷坎多 那么手部有点损啊 但是武器我是全的 那么之后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84和88的这么一个对比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飞机部分 那么这两个的话呢 其实除了这个配色像导弹的颜色 这是深红色 它是这个粉色 像这个名门不一样 像这个小的一个机关不一样 另外还有的话呢就是他们的一个贴纸也不一样 美版的贴纸的话呢 是类似于这种纸质不可透明的这么一个贴纸状态 包括这个地方的tiger force 这个地方 好 而我们这个国袋的话呢 我们看可以是可以微微的这样的透明的可以看到了 包括这个地方 而且的话呢 上面好像没有这个美国的国籍和这个tiger force的标志 不知道是我小伙伴没贴啊 还是本来就没有 好的 然后我们集中看这个国袋 我们把美版放在一边啊 其实长的是一模一样 那么这版的话呢 是比比这个美版的话更一个靠后进行生产 好 那么前方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火炮 可以进行一个攻击的一个输出 这个地方也有这个小炮在这里啊 那么这个鼻子的话呢 这是一个软质的缩料在前方 好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的火炮 那么进行一个这样的连接在这里 也是一个非常容易遗失的一个小部分 好 那么它的这个起落架呢 是这个黑色的起落架 这个地方是可以额外占一名成员 然后在它的下方的话呢 有这么一个机关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的话进行一个下拉 好的 那么就像是这样 可以进行一个旋绕之后的话呢 让这根绳子的话呢 是进行一个延展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转动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绳子这样的收回来 就像是这样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可玩性 那么可以去这个像这个营救队员啊 或者是营救这样的一个车辆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我们再来看 那么它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有这个几枚导弹 那么是两种制式 一种的话呢 是像这样的一个飞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上面的话是一个小的亚零星 可以把它的话呢 是收纳于这里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这种形态的一个飞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的 那么下方的话呢 是有明显的偷胶 那么上方的话呢 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那么平时摆的时候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收纳的话呢 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的话呢 是放在这里 啊 就像是这样啊 好 那么这个因为比较靠里 所以说的话 我们不太好 给它放到上面去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是这样 好 那么这么摆放的话 还是比较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一个小的一个机关 那么当我们推动的时候的话 罗岩奖会进行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转动啊 这款的话 就是咱们国代时候那个飞虎战机 好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引擎盖子 可以把它打开 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今天是这个方向打开啊 好的 就像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是这个引擎盖子 那么下方的话 有这么一个小揪 那么上方的话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卡扣啊 那么是可以卡扣在下方和上方 那么里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引擎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好的 我们可以把它的话呢 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卡扣 然后进行一个关闭 就像是这样 好的 那么后方的话呢 也有这样一个动力发出的一个装置 那么后面的话 也有这个平衡的尾翼啊 那么末尾的话呢 不可以进行一个旋绕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款直冲飞机的话呢 还是非常的经典 那么绝对是我们小的时候 非常渴望去得到的一款飞机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 其实原型就是这个AHE Cobra这个直冲机 那么它的话是由这个六七年的时候 进行服役啊 在越战期间是这个大量进行使用 那么其实如果喜欢这个越战题材的话呢 绝对是值得去配得一款这个 83年的一个配色 这绝对是这个模仿越战时候的 那个配色 好的 然后这款的话呢 是这个最早的出品 对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座位啊 那么它的话是没有配有这个架势 那么这个仓盖的话这样的打开 那么里边的话呢 也是空空如也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放入两名成员 那么前后各一名啊 那么不能放入一些比较肥胖的成员 那么像这个wild bill啊 是比较的这个先手可以放到里面去 还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 比较是像这个蓝鹿虎 是非常适合放到里面去 那他的话也是这个老虎队的成员 好 那么就像是这样 那么我这个国代的话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前方这个虎牙了 好的 那么这个美版的话呢 依然是这个虎牙健在 我们来再看一眼前方这个虎牙 那配上这个贴纸之后的话呢 是非常酷的这么一个载具 其实如果论这个颜色的话呢 我真的是觉得难分伯仲啊 因为黑这个绿色的话呢 确实是一个月战时期的配色 而这个老虎颜色的话呢 是凸显的这个霸气 而且的话呢 呃明显浅色的话 要比这个深色的话呢 其实要显大一些 如果我们都拿在手中把玩的话 其实上面这款的话呢 感觉好像是要更大一些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一款这个在空中飞行的老虎 好 那么今天测评 那这款的话呢 就是这个88年的这个tigerfly 是这个飞虎战机 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童年小伙伴的回忆啊 如果大家喜欢的 在文静地就交流 模样化的是这个800期 包括550个小时 以及250个歹句 大家就有普通的白剑圈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